大家好,我是Derek 原來不知不覺在英國回來 都差不多已經有五個月的時間 我記得那天在英國 經常跟馬來西亞的朋友 在香港的朋友 經常討論 哇,我很想念香港的食物 蛋撻啊 菠蘿包啊 一些香港的零食 或者馬來西亞的零食 因為你離開了家裡太久 你就會開始思香 開始掛著那裡的味道 而且這些東西 在英國也是比較難買到 不是說買不到 但是你可能要鑽東鑽那 或者去到倫敦這些這麼大的城市 你才可以買到 話說就快到聖誕節了 所以我就打算寄一些東西 給Dr.Teo、Yunice、貝貝他們 讓他們可以思念一下 他們家鄉的味道 順便我就介紹五件 在英國很難買到的東西 再介紹一個國際的物流平台給大家 因為我發現原來 香港郵政要寄到聖誕節 給他們做禮物已經太遲了 但是這些私人公司還可以寄 所以如果有興趣想寄一些東西 給你愛國的朋友 或者你們是準備移民的 要搬家的 就記得看下去了 第一樣你在英國很難買到的東西 就一定是日本、韓國和香港的食物 尤其是零食 就不是說買不到 但是譬如你不是住在倫敦 或者Manchester這些大城市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難去找到 因為很通常一些小城市 都是只有一個很小的中超 那些有80%都是來自我們偉大的祖國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是想吃日本、韓國的 就可能要在香港寄回去 第一個就已經來 第一個我超喜歡吃的東西 我已經找到了 就是一個日本的燒餅 我之前在英國就很難看到這些東西 是日本的零食 這個味覺糖的酸糖 其實我去那邊好像很難找到 買兩包給你們先 我很喜歡吃的 尤其是檸檬味的 蝦片 這個超難買到 珍珍在英國通常都會有的 在中超那裡 無論是大還是小 你也通常都會找到的 卡洛B也是很經常都會找到的 這個你就找不到啦 童年的回憶番茄薯片 這個你也找不到 芝士波波 咦?沒有芝士波波 只有芝士條 同星點心念 都是很難買到的東西 童年的回憶的 芝士波波波 這個也好像很吸引 是台灣的麻辣盤面 買回去 自己試試看 另一樣我發現去到英國 比較難買到的 就是湯包 即是去到那些地方 很多時候你都要DIY自己做 例如我這些 叫我煲湯 不如叫我吃下去 所以呢 如果你們買到一些湯包 給你們外國的朋友 對他們來說 有一口湯飲 或者其實我之前 去UNAS飲湯 我也會覺得 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寄到一些湯 或者湯包給他們 就會幫助到他們 一個很大的忙 現在我就打算選這個 黃耳白俠 給他們一些捱的 人士 因為他們經常都要回Night Shift 還有這個 很明顯 瘦身 就是給Dr.T.O 謝謝 其實本來我是打算寄燒賣的 因為在英國 你真的只可以找到豬肉燒賣 我覺得是很想念肉燒賣 誰知道原來 英國是不可以寄肉類食品 即是你連公仔麵裡面 有肉粒你都不可以寄 而且是不可以寄急凍食品 所以 寄不到了 好 另一種在英國 很難買到的 就是口罩 其實不是買不到 你每次進入到 很大型的超級市場 或者中超 你都會看到 不過 胡亨 有標籤的 尤其是現在 其實英國 他們逐漸回復正常 很多人在街上 都不用戴口罩 但是如果你想有多層保護 或者你想要漂亮一點的口罩 我覺得 就在香港買定 或者叫你親朋戚友寄過去 就會比較好 而且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回Night Shift 而依然給他們 都是 嘩 所以我就打算買這些給他們 買三盒 這隻就是我的顏色 我覺得是 襯什麼都可以 還有綠色 也是襯什麼都可以 而粉紅色 我覺得都挺特別 我也想試一下 所以我買了粉紅色給他們 在英國 通常你買這些東西 通常都會去BOOTS 去不同各大超級市場買 但是通常這些店舖 買的都是一些歐美品牌多 而我的朋友通常 分享給我聽 都是一些日韓來的牌子 才比較適合我們這些亞洲人使用 所以呢 我的朋友 都託我買了不少這些 個人用品 還有化妝品 過去給他們 如果要寄過去的朋友 一定心理準備 要寄很多這些東西過去 而第五樣就不跟你要寄過去的事 就是一些你如果要移民去英國之前 你要買定的東西 就是電子用品 很簡單一樣東西 就是英國要收一個銷售稅 例如我們看這部新的MacBook Pro 一樣的配置在英國賣 19,000多港幣 而香港只賣15,999 所以很明顯 就是要在香港買定 那東西就買完了 我現在就準備寄過去給我的朋友 原先我打算用香港的郵證去寄過去 怎知我發現 原來你現在要寄過去聖誕節 用香港郵證 已經太遲了 即是在聖誕節之前 所以我就去找一些私人公司寄 還寄到 而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 我這個寄件的國際物流平台 它就叫做Spaceship App 簡單介紹一下 Spaceship App就是一個國際的物流平台 有比你平時要逐家去找 逐家去問 Spaceship App就可以幫你網上即時 比拼各大的國際快逃服務 例如Vedex UPS TNT 等等 比拼他們的運費 運送時間 那大家就可以選擇一個 最適合自己的寄送方法 有別於我們用傳統的方法去寄件 Spaceship App就可以安排到點對點 即是它有人上來收件 然後送到你去目的地 不用下去排隊 按個按鈕 就有件收了 它還會有一個CS 有時它全程跟著你 去指導你下單 去填一些清關的報表 因為如果你要去寄外國 要經過報關和清關的程序 而很多時候 那份表 你下載下來 你自己不會填 有時就是因為你填錯了 然後它就會懷疑你 是不是記憤 而現在Spaceship App 因為它有一個專人的CS 那你就不用怕 你不會填 或者填錯 而引起產生的誤會 或者誤送時間 當你下單之後 Spaceship App就會提供一個 記憶的標籤 商業的發票 而當然 你也可以在網上 隨時追蹤你的包裹 什麼時候可以寄到過去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 究竟我怎樣可以用這個 Spaceship App 去寄我的東西給我英國的朋友 好了 當我們進去那個網頁之後 我們就會選擇 我們寄去英國 然後我們就會選擇 我們箱的尺寸 那我這個尺寸 就是它們的箱 就是30x13x22 重量就是2kg 然後很簡單 現在我們就可以加上自己的物品 我剛才不是買了一些燒餅 那我就打Biscuit 其實樓下它已經給了幾個guidlines 你可以選擇它們 那就不用擔心自己填錯了 然後就選擇價錢是值多少錢 然後數量 就是一鍵 按新增 那你就已經完成了 你的物品清單 然後你就可以再按 加入物品 去加入更多你的物品 進這個箱裡 那我現在就要完成這個名單 先試一下 如果大家在填影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或者不懂填 或者用什麼鍵字數 你就可以按右下角這個bubble 它就會彈一個CS出來 就導致你一邊填這份方法 去完成你的訂單 好了 當我們填完之後 我們就按下面這個箭咀 然後之後我們就選擇 例如你想最快捷還是最優惠 那我現在就是最快捷 因為我已經是聖誕節之前送到 那它就說4天就可以送到 11月25日週四就可以送到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 右邊這個指定法例公司服務 那譬如有些公司你不喜歡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選擇自己想要的公司 或者你可以看看價錢 例如Fedex是要1300元的 TNT就要1000元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服務 那我譬如是想選Fedex的 那我按開始預約了 然後呢 我們就打回個人資料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我們上滿取煙的時間 那我就會選擇明天 下午1點到6點 然後付款 那呢 我的快遞就已經被確認了 只要等明天有人上來收件 那這件東西就可以飛過去英國 搞定 你想再測試我嗎? 看不到 真的假的 哦 看到了 很快 其實我星期一寄的 它還要星期一是 上來我家裡拿 然後就寄給你 對呀很快 三天而已 對呀 還快過我人 那怎麼樣 它擺在你門口 沒有叮咚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 好 我沒有穿褲子的 所以我就穿在那裡 所以你應該要拍你沒有褲子的樣子 頭髮又亂亂 上廁所上來一半 你現在開啊 你現在開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1 2 3 1 2 3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見過 有些香港的零食 我們小小吃到大的 對呀 這個你有沒有見過 這個是 這個是 對呀你有沒有馬拉 對呀 還有 瘦身湯 對呀 我特地選給她的瘦身湯 她這個肚子 整年都沒有剪刀 這個好吃的 好吃 雞肉味 很好吃 它還有第二個味 是炒麵味 我很喜歡吃 這個好吃嗎 這個也好吃 我也喜歡吃這個 超好吃 那你們現在那邊怎樣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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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星期我們回家 那回多久 三到五個星期 你現在回馬拉雅要不要隔離 對 七天在家 那就是不用隔離 都要的 七天 不過七天都可以 七天 對呀 好過我們21天 因為現在我們要21天 然後那些酒店很空 就好像我之前住的那間 現在是排到下年二月 哇 21天都不便宜 這麼緊付錢 對呀 二千磅 這磅貨 新西蘭都開了 對呀 新西蘭都give up 我都趨詳 說什麼 我 我是朋友 朋友 朋友 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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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人 八個人 我很想念你的食物 是不是 是啊 你放這麼多食物 沒有馬來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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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是馬來的 馬來的朋友 馬來的朋友 全部都是馬來的 是馬來的人 不是馬來斯亞人 是馬來的 所以我們煮的雞 全部都要哈拉 你知不知道什麼要哈拉 沒有哈拉 真的 真的不可以吃豬 沒有酒 沒有哈拉 我很想念你的炸彈 炸彈 是不是我也想吃炸彈 我們那天才說你喜歡吃炸彈 是啊 他要死個八股爹 不是 我們應該去Bangg 那裡會合 好啊 我們guarantine 一天一下一下 一天 Bangg會用guarantine 泰國全開了 是不是 全部開了 我不回香港就行了 哈哈 你回去咯 我不回去就行了 21天 這裡越來越多香港人 超多 真的 好像我去Notting 去IKEA買東西 可以看得到十個不同的家庭 是香港人的 全部都是你們的廣東話 就是你們的廣東話 是 你們的同鄉 是啊 Notting是很多 你們現在英國是全部回復正常的 很正常 然後 Winterland 還有 是啊 我們不要戴Mask的 不用戴 你現在都不戴 我們去醫院會戴 不過 法律 法律 就是 你不需要戴 我們好像去任何國家回來 都不需要guarantine 真的 很方便的 只要出入 我不知道香港 因為現在 英國有三分 德國和澳洲 lockdown 剛剛上個星期開始lockdown 不過其他那些國家 好像Belgium那些 開始我們review 因為他們的國家的人 不要先打疫苗 他想真的做一個 出來每一個人一定要打 然後他們就出來示威 所以其實我 我去法國 我都未預約 因為我都害怕 好像每個星期都好像 有不同的新聞 應該要Banggok 如果可以Banggok 我跟你說 首先我要去到 現在你出來是沒問題的 是啊 回不去而已 你去泰國告訴我 我真的會的 你來馬拉灣玩 多五個星期 然後跟我們一起飛 都可以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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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原來真的認識了他們 差不多一年了 我現在很想念那種 上年聖誕節 他們在家裡聊天 然後聊到凌晨三、四點 然後 到時候他們去那裡喝湯 吃他們的馬拉菜 因為很不同 你回來香港 你很少會去別人家裡聖誕 但是 在英國 因為大家都住一間 都不小的屋 可能大家拿點東西去吃 或者聊天 或者喝酒 所以那種感覺是很溫 現在還是有COVID 都只可以記一些 在香港的味道 給他們試一下是什麼 因為他們都很想來香港 奈何來到這裡 要隔離21天 希望他們真的可以快點來 然後我真的帶他們吃 什麼叫真正的燒賣 不是中超的豬肉燒賣 對了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都有寄東西的需要 就記得去了解一下 Spaceship App 這個國際物流平台 都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自己填好東西 然後就會有專人 幫你搞好所有的程序 將你的東西 安全地抵達你 要寄過去的目的地 現在他們還有一個 叫Family Plan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記得多次的一年 其實這個就像買套子一樣 計算一條數 就會划算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去Description box 了解一下詳情 好啦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like、comment、share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IG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Quiiii